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五个同仁常跪在岳飞墓前 被人们一直认为是杀害岳飞的主谋 其中秦桧是最大的嫌疑 摆放在第一位 但是近年来 秦桧的墓葬被人们所发现 里面的穆志明却扭转了对秦桧的看法 秦桧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奸臣之一 任职期间极力贬斥抗金将士 正是因为他做的都是些卖国求荣的事情 受到了后人的唾骂 虽其在铁栅栏内反见双手 但是仍然不解人们的心头愤怒 八百多年的时间里 他的跪象就被重新铸造了十二次以上 但是近年的一次南京考古挖掘工作 却打破了之前的观点 墓穴早已被盗墓贼所破坏 里面的精灵已经被洗劫一空 只留下印章和石碑 其中一个近似穆志明的石碑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上面记录了秦桧生前的事迹 还是有一些有关于岳飞将军的 原来秦桧和岳飞本是好友 并不像历史上记载的水火不容 虽然齐文没有提到他就是凶手 但从文中知道他确实参与了陷害岳飞的计划中 既然穆志明中能称他与岳飞是好友 那就说明不是他所杀 那会又有谁呢 考古专家分析 在南宋时期 秦桧虽然受到了宋高宗的爱戴 但其根本没有控制权力的能力 即使记恨岳飞也不能随意宰杀 最有可能的就是宋高宗赵构才是真正的幕后指使人 因其知道如果岳飞打了胜仗 势必影响到了自己的皇位稳定 岳飞长期以前手握兵权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自己的统治 宋高宗当时就是个猜疑的人 对手下的战将最不放心 岳飞一案正是借用了秦桧之手杀死了岳飞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感谢收看 感谢收看